6月13日 资深歌手卢冠婷 刘美军 关书仪在通螺湾出席 环球高歌迟百强 纪念音乐会的记者会 大会公布了三人 及一众歌手重新演绎的歌曲名单 一是向一代歌坛巨星 迟百强之见 卢冠婷表示 对重新演绎对方的歌曲很有压力 因为平常录歌 只用两个小时就足够 但今次就用了两天的时间 关书仪也表示 翻唱联谊一曲有难度 而且这次 大家都对他要求很高 说起对陈百强深情的印象 他就形容对方是一个 风度翩翩的公子 其实我小小的时候 他在我的学校里面 就是拍有一些 好像电影的拍写 其实我第一次见到陈百强的时候 他给我的印象是 很公仔乖乖挺高 他形象非常公子 很偏 很风度翩翩翩的那种 那很干净 刘美君则回遇 跟陈百强认识时的时光 当时觉得对方 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心中偶像 而且很荣幸入行后 可爱有几次 跟偶像合作的机会 那后来我出道的时候 他已经出道了 他已经天马俱身 我有机会跟他合作 我也非常幸运 幸运 判官啊 幸运 我也非常幸运 跟他有几次的合作 好 我记得我刚刚小心打个打 非凡娱乐香港报道